Hello! 今天我们包台湾福建种 有分南部种和北部种 同样,他们的糯米 都是要用滷水肉来拌过去才来包 分别不同的就是南部种 好像我们的广东种一样 糯米是生的 包好一只种之后才拿去烧熟 今天分享的就是北部种 包种类类去去都是那几种食材 如果你好像我一样 那么喜欢吃冬菇 那么冬菇就不可以买太小只了 有那么大只,它很厚身的 吃下去的口感真的不同的 下午就要浸定的了 一直到晚上才够软身 也都是要洗净才浸 因为这些水我们是用的 接着就拿干水来切 切在三份或者四份都可以 肉的方面用五花腩 不想那么油,用梅头都可以 煎过的肉就会更加香 煎到两边都金黄色就OK的了 这些豬油要煮过去才更加香的 煮到它滚了就加了米酒下去 再滚了就可以给点糖下去了 加上这种种的灵魂下去就是红葱酥了 兜兜均匀就可以加冬菇下去 兜兜就加冬菇水 等它滚了就关到最小的火 我盖盖大概是煮30分钟 筷子进去就代表熟了 那现在我们关火 让它浸住它 一直浸到明天 那就会好入味的了 干花生就要浸它五个小时 那如果想是更加大粒一点 就给点盐水来浸了 我通常都是隔晚浸定先 那接着就浸了一些栗子 也都是给淡盐水来浸 浸好了就要洗净 那你现在拿去煮 要煮很久才会熟 所以现在呢 就要拿它在舍床里 冬菇的目的就是 将花生里面的组织破坏 是这样呢 就很容易会松软了 那些花生凍硬了之后 给点水下去 盖过去就OK的了 一杯水泥蒸 已经是很适合的了 那如果你喜欢它很绵呢 那就等它再跳上来 等它20分钟之后 再给多一杯水泥蒸 栗子也是一杯水泥蒸 现在就将菜脯炒干 这些菜脯是自己做的 想知道怎样做 和做完之后怎样处理 就麻烦大家看这两部影片 炒到它干身些 就加点胡椒粉下去一起炒 是这样的菜脯就很有胡椒味 现在就来爆香浸淋了些虾米了 包装给猪油是更加香些的 那接着就剁碎了些红葱头下去 一定要用到最慢的火 慢慢在那里爆香些红葱 红葱金黄色就可以 加些虾米进去 刚才都不记得拍了 虾米拿干水之后 就剁它小一点 现在就来处理些糯米 洗净糯米之后 有两款做法 一款就用来煲 而另一款就用来蒸 蒸那款就要浸水先了 长生的糯米就浸40分 原生那种就浸1个小时 套装烘焙纸 切些洞来给它唆气 水滚大火蒸12分 不要蒸太久 因为一会还会再蒸一次 好像这样 我把它离开去 它不会困难的 就好像麻糬那样 蒸得太绵 就不是北部种口感了 如果用煲熟它 就千万没有浸水了 这里有一斤米 给8成水 这里就是480 给一杯水泥煲 将冬菇和肉夹上来 现在这些汁 就可以放少少五香粉 因为我昨晚不放 就是不想冬菇吸光五香粉味 煮热去 跟着就加上 刚刚蒸好了糯米饭 那些汁和糯米饭都要趁热 这样就比较快 又比较均匀 拌这两斤米 一点都不简单 手真的超级酸 最好就叫老公来帮忙 跟着就加上 刚才的虾米 用好一点的豉油 拌出来的饭 就不会黑黑黑的 拌匀就可以包得了 北部种是用来蒸的 所以所有的馅都要煮熟了 福建种是三角形 需要两块种叶 滑身那边就用来包 种叶如果是一块大 一块小 那小块那块呢 就搭上去大块那里 在尾角中间屈上来 跟着呢 就给花生先 因为这些糯米已经熟了 那我们戴着手套是这样处理 是比用羹方便很多的 跟着呢 就加些菜脯 加上咸蛋 冬菇 鲁肉 和栗子 喜欢花生 再加多些 最后加些糯米 要确定它 要不然你蒸然出来 就会散烧烧的 跟着将它盖过来 而这两边呢 就折起它 最长一块呢 就将它搭过来这边 再确定它 扎实它 扎实它就可以了 我也是第一次学包 所以扎得不是很漂亮 不过真的很容易包 因为米都已经熟了 它会自动躲在一起 就不用怕米会流出来 水滚大火蒸它30分钟 蒸完呢 就要快点拿上来 我的粽子很大 一斤米包八只 这款粽子包出来的 馅全部是酥出来的 真是很漂亮的 吃下去和油饭 真是好处的 不过它就多了清香的种叶味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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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